大家好 我是鬼仔 今天的主題是圍繞著Youtube 為什麼要無緣無故說回Youtube呢? 明明已經在我頭那段影片說過 為何要做Youtuber 以及其他關於Youtube的事 幾天前我在Facebook看到大J的Post 就說周庭頭的一個小時已經有1萬個訂閱 到我看的時候大概2個小時 他都已經對到2萬了 今天看回其實都已經3萬1個訂閱 他只推出了一段影片 為什麼一段影片就已經可以這麼多訂閱呢? 大家都應該很清楚知道誰是周庭 另外今天會講到很多不同的Youtuber 還有為什麼我會無緣無故研究他們 好 先說周庭 周庭當然已經是一個很出名的人 還有另一方面就是有大J支持的 一定是爆得很厲害的 所以大J也說笑這麼說 我也這麼說 公平嗎? 那其實在Youtube這個世界 確實這樣真的不公平 但不公平以來 你首先那個人都要內容好看 那你才可以一路的訂閱都會加 所以為什麼頭兩個小時 有2萬個訂閱 到已經過了2天了 現在才到達3萬呢? 那就很明顯有很多不同的因素 我會形成這樣 Youtube呢 就有一條很複雜很複雜的formula 即是一個叫做 英文叫做Algorithm 中文就不太清楚 其實這條Algorithm 就是控制很多Youtube上的不同的運作 首先一個人要做一個Youtuber 他有很多東西需要了解 好像我這樣 出了3條影片 那就只有300個subscriber 當然跟周庭有很大的距離和比例 另一方面 我就會看到 可能view數的 會研究到一些東西 我每一段影片裡面 好 那說回那條的Algorithm是怎樣 沒有人知道大概是怎樣的 那首先 一個新的Youtuber 是怎樣吸納到多點的訂閱 多點的Like 多點的Comment 甚至最簡單的 最後一百步 是說 他怎樣的video才多人看 那有很多東西你控制不到的 例如 在別人的Youtube畫面 是有什麼video彈出來 或者他在看一段影片 右邊那個bar走出來的 建議的影片 是怎樣的出來 這個是控制不到的 但是你反而可以控制到的東西 就有幾樣的 第一 就是你那段影片的keywords 就是一些tag 平時 例如Instagram 用一些hashtag 你tag了某些東西 那別人搜尋那些字 例如我段影片 我有個tag 是寫著鬼仔的 那別人一搜尋鬼仔 他就大機會 會看到我的channel 或者我的影片走出來 第二樣東西 就是你youtube的main page 怎麼會彈到一些片出來 會是你呢 就是我怎樣可以令到我的影片 彈在別人的page的主頁上 那這件事就要靠你本身那段影片 的幾樣東西 一就是 你那段影片 多不多人看過 第二就是多不多like 或者 dislike 第三就是多不多comment 越多人有看過 有參與過這段影片 那出現在其他 通常 例如他們搜尋過的東西 是有關係的 就會大機會 在別人的主頁 或者他們現在看的那段影片 的右邊那裏 會出現 好 講到這裏 再講回我做youtuber的初心 我的初心就是我想開一個channel 講解我自己喜歡玩 喜歡試的東西 即是一個很普通的典型blogger 那作為一個blogger 其實這樣出片 關於我的東西 是不會有人看的 那所以 有很多channel 為何會可以成功變成這麼大 但是今時今日可能就是做blog 例如剛才說的大J 大J他很多段影片 都可能講一些日常的生活 但是他本身為何會這麼多人看呢 來一個channel多subscriber 或者多人看的 有幾個不同的方法 第一樣就是 那段影片是有教學性的 那所以我們看回我現在 我自己這個channel 我三條影片裏面 是最近這一段影片 是才講解一下 怎樣做一個口罩一變三 這樣是一個有教育性的video 那如果我們看回我這一條影片的stat 就會見到是 其實最多人看也都升得最快 也都最吸納到人 那我們續樣看 那這段影片已經有1000個view了 那就見到這條curve 在這個位置無緣無故就上了 明明這段影片已經出了幾天 無緣無故才爆上去 那很明顯就是知道 我這段影片 開始多人看了 多人留意到 那就開始youtube 把我這條影片放上去 沒有訂閱的人 那他們就會說 這段影片好像對我幾有用 那可能會按進去看 看完你幾好看 可能幫到他手 那就可能會訂閱了 那這些再後講 那另外就 這一個page 會看到究竟是 這個叫做impression 就是youtube怎樣幫你宣傳這條影片 第一樣就是建議的video 那就是右邊那裏會走出來 看到已經是30% 是那段影片的來源 就是由suggested按進來 第二個就是在那個主頁那裏 彈出來 或者他們的訂閱的page那裏 如果有訂閱了就看到 就會彈出來 第三樣就是search 即是可能有人search口罩啊 或者csi啊 gearland 防洞面具 什麼都好 那總之這些我有加到做T-word 就大機會在這裏search 那你見到其實這裏 加起來都差不多有八成的 我的來源在那裏 其他這些就不用多說 那這些是由直接找出來 就是知道 例如我本身訂閱了的人 那他們看到就是這樣出來 繼續engagement這一邊 就可以看到 剛才所說的一些like啊 一些comment啊 跟著例如 那段影片最尾有沒有人點擊啊 那這個我比較少 因為我暫時還未製造一個end screen 所以就會見到是會低一點會少一點 最後就是看到那個audience 究竟在哪裏 差不多四成的人 按這段影片 不是訂閱的人 所以很明顯是有很多新人吸納 去看我這一段影片 四成就是unknown的 unknown就是不知名 那可能是由Facebook按進來 其他方法直接打連結進去 看到有差不多四成本身沒有訂閱的 那即是有差不多四成的人 都是新進來看的影片 另外就剩下一些是有訂閱的 都是大概兩成左右的 所以就會見到大概是這樣 那其他這些是哪些國家呢 那很明顯是香港最多的了 不用太多說了 那說到這裏為止 那其實都是講解 究竟一個youtuber 怎樣可以由0個訂閱來升起 那我這一方面 為什麼可以由0到300個訂閱 以我估計 因為這樣看不到的 大部分的訂閱人數 都是由啤里漫步那邊 有人幫我宣傳 或者我自己有宣傳過的 那大多數的訂閱 暫時都是由那個來源進來的 開始有少量的人數 是本身不認識我的 或者不知道我是誰 但是我今天想說的 不是究竟是有多少訂閱人數 或者我自己是想有多少訂閱人數 或者想爆得多快 我想說的是其他的youtuber 以及他們為什麼會成功 以及為什麼會去到他們今時今日的人數 首先第一就是要多謝兩個youtube頻道 第一就是啤里漫步 啤里漫步 如果大家是我剛才所說的 我在那裏宣傳的 就是訂閱過的 大家都知道為什麼會要多謝他們 他們就給了很多支持我 我現在暫時這個訂閱人數 都是靠他們的 多謝你們 第二個要多謝就是 I am 哥利亞這個台 有些人數都是由那邊來的 當然 另外就是我這個頻道有開 我其實也有跟哥利亞聊過 我們在啤里漫步裡面 其實已經是相識的了 也有跟他聊過開這個頻道 因為他早過我已經開始開這個頻道了 他就給了很多意見 或者鼓勵我嘗試 好喝冷鬼仔這個名字 都是他幫我想出來的 那就多謝你 我今天所說的頻道 都會留在下面那裡 但是希望大家都一定要訂閱他們 這兩個台 如果還沒有的話 好那說回正題 Youtuber 究竟有哪幾個方法 吸納最多的訂閱和view數 有幾款的 第一種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明星或者名人派 就像剛才所說的周庭 他本身已經有一個名字 所以他一開台其實會爆得很快 那我們如果看看這個香港50最大的youtube channel 其實大部份看到 都會是一些名字 鄧紫棋 蘋果日報這些 當然就會大 大J這些都是去到大概100萬左右 其實大家想想 我們當然會有其他國家的人 都是會看 或者看廣東話的youtube台 但是大多數都是吸納去香港人 大J這些又有差不多100萬人 其實都已經佔了香港人口 多過一成的人 好那說回 名人或者一些明星派 都有看到很多 這些英文台一定會大 南華早報、英文人 這些全部其實你按進去 有很多都是用英文的主題 那這件事我一開始都有掙扎過 究竟我做一個中文台還是英文台 英文當然我就會做得舒服一點 因為始終中文都一般 但是另一樣需要注意的就是 英文台的競爭是非常之大的 那你說全世界可能最少七八成的youtube片 都是英文的 還有也都暫時這一刻 我覺得我是想 我的audience是香港這一邊這一堆的 youtube片最重要的一件事 我最後才說 但是就是靠這些影片 才會長期有一個吸引力 好那第二個就是 那些影片 是周不時都會多視頻的 那他們當然的頻道就會大 例如 城寨、蕭若元、蕭山等等 所以這些 就長期都會很多視頻 其實是一個所謂的循環 你的影片越多人看 越大機會上trending 那你越上trending 就會更加越多人看 所以有很多人 例如蕭山這些 你永遠都經常上網的 那雖然又 外面聽到很多人都在罵蕭山的 但是其實都是很多人 亨槍集這些 你看到多少 都是看的 一邊看一邊like 一邊再加多些人 就是這樣 第三樣我覺得 就是 那些獲獎的台 如果繼續保持到他們的影片 在多人看 他們都會一直成長的 那去年 啤梨漫步就 拿了第一名 新人獎 因為在頭一年內 獲得最多subscriber 獎就不是有什麼特別的 但是其實到年尾 是有一個小型的宣傳項目 在裡面 就會吸引到更多人來看 好 那現在說了三樣 第四樣 就是viral 所謂的 毒片 那為什麼這些叫viral video 就是因為他們抗散 好像一個病毒一樣 就會全香港 或者甚至全世界 都突然爆起得很厲害 香港 我就普遍比較少見這些videos 但是外國有很多 是會爆得很厲害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叫做 Mr.Beast Mr.Beast 就去年開始 是紅得非常之厲害 在YouTube界 你可以看到他的videos 全部都百幾萬 二百幾萬 三百幾萬 每段片都是有這麼多view 他是一個特別的例子 差不多每個videos 他都是基本上在派錢 那為什麼他派錢都可以生存 甚至乎會賺到錢呢 他就是靠宣傳 就有很多sponsor 就會給他 他段片越多人看 那些sponsor就會肯 越給得多錢 越給得多錢 他就可以拍影片 就越來越誇張了 那見到一個 有些是去年尾 就是說 可以有機會拿到一百萬美金 即是他的videos 就是你的手放在一塊錢上面 到最後一個拿走的 就會拿到一百萬美金 第五種youtuber 就是我所叫的 藝術性 製作性的youtuber 他們的影片 全部都是很高質素的 即是說的是 他們會用一些很專業的攝影器材 執片方面做得很好 音樂全部都在一起 在香港我留意到 大概有兩三個的youtuber 首先第一個 就是蝦跳哥 他的影片 看得出是很映像的 即是那些影片 好像在看電影一樣 那蝦跳哥 他自己有頻道 但其實他的影片 全部都在ARM頻道 那在香港見到 第二個 就是這個 紅仔頭 FH Production 他們的影片 都很多是很高質的 反而我在外國youtuber 看到的就更加多這些 好啦 這些藝術性技術性的youtuber 我都發現一個共通點 就是他們大部分 都是本身有攝影 或者有拍片的 P.T.McKinnon 他大概有四百萬個訂閱 其實他會有很多這些片 都是教學片 我看過關於他的片 就是其實他一開始 都是做一些很普通的blog 很多年前開始做一些普通的blog 但是他都發覺 其實做這些片 是沒什麼用的 對於他的訂閱來講 所以他就開始做一些教學的片 教學片 其實你看到很多的 有關於視頻器材 拍片器材 怎樣可以拍到某些東西 哪個情況 應該用哪些設定 這些片 就令到他多了很多很多的訂閱 亦都令到他很有名 當然他那個人 本身也有種charm 挺吸引的 即是吸引到很多人 講話的方便 一些動作 或者加上他本身個人的性格 還有他拍片 累積下來的經驗 他的flow 做出來一些片 很划算的 很多片我都開始看 另一個出名的 就是 Casey Neistat Casey Neistat 他已經過千萬了 為什麼他會這麼厲害呢? 他最有名的就是連續 八百幾天 每天都出一條片 每條片都是高質素的 我看關於他的片 到了他八百幾天之後 他是講解他已經開始崩潰了 因為他每一天都要這樣做到 這麼高質素的片 出來其實是非常辛苦的 但是他換回來的就是 差不多現在已經1200萬的訂閱了 另外有一個我也蠻喜歡看的 就是叫Potato Jack Potato Jack 就是一個住在加州的日本人 他的焦點是在拍片 而且那些片都蠻有幽默感的 這樣就蠻好看的 你看他拿著的機器都是 你看看這些很大部的機器 可能是讀film的人 最後一樣就是近年輕的直播這一批 直播節目的優點是什麼呢? 做直播的優點就是 你的片不需要剪輯 可能拍一張貼紙 接著就開Live 做兩個小時、三個小時、四個小時的節目 做完之後就立即搞定了 當然另一樣做直播的優點就是 會可以即時跟觀眾有交流 他們可能會打字 做直播的就會看到 會有一個交流 這一樣就令到他們吸引 和優勝就是這樣 好了說了這裏這麼多段 我都忘了說了六七種不同的Youtuber 那為什麼我會講這麼多這些 和研究這些 我剛才說過 我本身做Youtuber的初心 就是想拍一些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但是你問究竟我開Youtube 是不是真的為了一個興趣 是不是想著一直拍一些我自己喜歡的東西 就完全什麼都不管呢 問十個有十一個Youtuber 都會答你當然不是 很多人開Youtube頻道 當然是想要不就賺到錢 要不就有名氣 那這兩件事其實都是很矛盾的 大部分人都是想賺錢 但是你要有名氣 你才會多方便的來源 令到你這個Youtube的頻道是成功的 那所以你問我會不會有這個想法 即是開一個頻道就這樣拿來賺錢就算 某程度上我覺得開一個頻道 我不拿來可以當作一個正職 但是最少我會希望 但是最少我會希望我的影片 可以帶來我少少的收入 那你們看見吧 我想拍一段好的影片 也會花錢用器材 花時間去收拾影片 那這些時間其實都是金錢來的 每一個Youtuber說 會想就這樣拍完影片 這樣收拾好 做到很高質素 然後睡覺 第二天又再來過 沒有人會這樣想的 但是 到我這個初心了 那會不會開始有少少矛盾呢 其實我覺得都不是的 Youtube怎樣就賺到錢呢 當然就是 都是靠view數 有view數他才會賺到錢的 那怎樣令到多些人上Youtube看呢 就是靠我們這些Youtuber 那我們這些Youtuber 怎樣才可以吸引多些人看呢 Youtube唯一最重要的 就是他們裏面的影片 是要有內容 內容要是高質素 沒有內容 沒有人會看的 之前會不會開Youtube看 當然會啦 想買一些新的玩具 或者想買一些新的器材 或者甚至乎買了 想知道怎樣用 就開過Youtube看 但是你說會不會訂閱多了這麼多台 看多了很多不同的節目 Youtube上面的節目 看得好像看電視一樣 一年前會開Netflix 看 放工回到家裡 看Netflix 但是你說會不會在那裏 播Youtube 其實比較少 所以內容 這一點是非常之重要的 這個應該可以說是 Youtube唯一最重要的東西 那我做Youtube 我是想怎樣帶到內容給大家呢 我會包含教學的影片 那教學的影片 當然有很多都是我自己學了 我才覺得 咦 這個可以和大家分享 那就做一段影片出來給大家看 或者甚至乎是 有些什麼新的玩具 科技 我可以自己試了自己玩了 才介紹給大家 我亦都發覺 就是剛才可能都提及過的 就是外國的Youtube內容 跟香港台灣的Youtube內容 其實是很大分別的 我留意到的就是 外國就會比較多 大製作的Youtube影片 那反而香港和台灣的 就會很色彩 很好笑 就算連香港和台灣的分別 都暫時是非常之大 台灣的風格 就是會全部玩在一起的 就是可能電視台 明星 網紅 全部一起玩 那你會有時候見到 網紅就會上電視節目 電視的明星 又有時候會和網紅一起拍Youtube影片 那香港我反而發覺 就是進步的空間 所以我就想帶多些西式的大製作 當然 大家都要體諒的 就是我也是新手來的 現在只是拍了第四段影片 但其實我每次都嘗試加一些新東西 不同的鏡頭和鏡頭的設定 接著撿片裏面會加一些東西 可能會學一些新東西 怎樣可以做個更漂亮的畫面 今天就大概說到這裡 本來都想做一條短的影片 之前說過一個星期想出一條影片 每個星期都可能出一條短片 等到自己學習一下 可以拍片和撿片 就做得快些 給我多些練習的空間 亦都可以帶到多些內容給大家 那今天這條影片 我就希望大家會喜歡看 當然我每段影片都會想多人看 但是我大概都猜到 這段影片應該就會沒有給我 例如上一段影片那麼受歡迎 沒問題的 但是希望有看完這段影片的人 都看youtube那時候 會多一點的了解 或者會多一點的思考 為什麼這段影片會拍成這樣 或者為什麼這個台製作片是這樣 其實都挺有趣的 會令到你看youtube的方法 可能會有一點點不同 好 多謝大家收看 那當然希望大家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或者喜歡看我拍多些影片 就希望你們訂閱 希望這段影片都給我一個like 如果不喜歡的 你也可以給我一個dislike 那有什麼想問或者想聊的 就隨便在comment那裡寫下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 好可愛 啦